各国海世界的惯例,每逢除夕跨年的时刻,在港的船只都会鸣笛,庆祝新的一年到来,我国海军也有此异传统,但近年经常遭到附近民众以噪音的理由投诉,有时主事长官往往因此宣布鸣笛,不过明天,12月31日,基隆市府就在港区东三、东四码头举行跨年晚会,因此特别全港军民船只届时配合鸣笛。 驻防基隆的海军131舰队对此表示,已经接到港务公司的通知,届时在基隆港内的军舰,包括寄阳级巡防舰、井江级巡逻舰、大字号、救难舰、中字号登陆舰、光华6号飞弹、快艇等,都将一起鸣笛。 海军官员指出,鸣笛风俗传到中国后,海军通常将鸣笛当成跨年信典,是在农历除夕的跨年,正好与一般民众放鞭炮配合。 以往军舰多半采用蒸汽涡轮机的蒸汽驱动鸣笛,气族代表轮机状况下,因此各舰往往还要比气长。 不过近年军方不愿制造民事问题,因此能否鸣笛? 往往要看附近的民意与地方政府态度而定,不过竟然从基隆市长林佑昌、立委、蔡世音以下,市政团队甚至主动希望鸣笛迎接元旦到来。 海军当然乐于从命,今年基隆市府的花年晚会就在本土左方的东三四码头举行。 等到2018年到来时,全港军舰会配合鸣笛迎接新年资料照,记者承家文社,影分享。 今年基隆市府的花年晚会就在本土后方的东三四码头举行。 等到2018年到来时,全港军舰会配合鸣笛迎接新年资料照,记者承家文社影分享。